第五名红蜘蛛 忠心耿耿的狂拍二当家 作为飞行速度最快的霸天火 红蜘蛛拥有绝对无敌的空战能力 同时它手中还掌握有一只精英飞行小队 这也让其野心急剧膨胀 只要稍有机会 它便会毫不留情地抢夺威震天的领导地位 好在威总作为决斗场杀出的勇士 总是能恰到好处地拿捏这位反鼓仔 红蜘蛛的再具形态是一架美军F22猛型战斗机 其售价高达1.5亿美刀 第四名飘移 它的造型酷似日本武士功本武藏 作为变形金刚历史上的超高人气角色 飘移不仅一对双刀耍得炉火纯青 更是装逼界的中流抵重 然而在香港大战中 为了专注耍帅飘移不慎将自己的机翼丢出 从此他便再也无法变身战机形态 作为极少数的三变金刚 飘移不仅能变身为蓝黑色布加迪威豪 还能变身为S97突袭者直升机 其售价仅需1.9亿美刀 第三名天火 老太龙中的纠集战士 他是最早一批抵达地球的霸天火 曾追随于13元祖之一的堕落金刚 后来见识到其残忍无情后 转而加入汽车人阵营 巅峰天火的实力不亚于超级领袖 即使老年状态下也能单臂就开启空间跳跃 在变二中为了帮助擎天柱完成开挂 天火一把掏出自己的火种源 在他强大力量的灌输之下 擎天柱可谓神党杀神 最终成功拯救世界 天火的载具形态为一架退役的黑鸟战机 其售价高达15亿美刀 第二名声波 威震天最忠诚的下属 霸天狐首习情报关 他常常将自己隐藏于深空之中窃取情报 地球上任何微墨之处都难淘其乏眼 不仅如此声波还掌握着一支秘密间谍部队 他们能高效地完成老大发出的任何指令 而其中佼佼者没过于那只凶残无比的机械口 即使擎天柱队上也会吃尽苦头 声波的军用载具形态是一颗间谍卫星 其造价达到恐怖的132亿美刀 第一名威震天 擎天柱的宿命之敌 霸天虎的终极领袖 他凶残嗜血且冷酷无情 为达目的可以牺牲一切 影片中威总的实力可谓一销再销 刚登场就能凭借一己之力轻松吊打全部汽车人 可之后却越来越惨 最后更是被网友们亲切地称呼齐为买的床 他的军用载具形态是一架赛博坦式喷气战机 无论性能还是外观都吊打地球全部战机 还能以光速在宇宙中自由穿行 如此战机假如能制造出来 保守估计需要耗费1000亿美刀